你把我比较好,你爱我,我也接受了调本 永文真的太难见 但是他最后说了一句话说 耶稣你爱我 我从小来就是调价人长大 我也没有信什么耶稣 因为我们是往等低得累累的 信什么耶稣 耶稣在哪里有看的就有看过 可是经过我的母亲 这样子就有祷告之后 当天晚上 当天在医院里我就想 如果耶稣真的爱我这种人,我需要爱 可是谁哪里找不了? 我的母亲就发布在那个地方戒徒 这个地方就叫做基督教晴希会福音戒徒中心 戒徒是全人治疗,全人康复 当天治疗行为是非常难帮助的 因为上领行为太复杂 它包括了社会面,心理面 它也包括了理性面,社会面 还有经济问题,教育问题 所以我们的破坏的话 不是某一个假设就可以解决 我们心很自卑,又很狂暴 又不会受到什么教育 从来会很太容易得到毒品 当然现在毒品的变化也是在黑他面 其实他是换他不换他那种心理层面的大同小异 那么在康复过程当中 因为基督教晴希会 是用耶稣基督的信仰来帮助我们 虽然我开始不相信 可是进到里面,我看到他们的爱心 又免费的 又这样扶持我们,叫很多人来教育我们 加上我母亲不断的写信 又不断的写信 我就在想 我从没有人 透过环境之后 我渐渐的毒瘾就 身体的毒瘾就去掉 我马上就想离开 我渐渐戒掉 不过那只是身体戒掉 可是我的心里还在想 有时候做共同的法目 那法道去吸毒 不过你 你快要师父醒来了 可没得吸毒 他每一次在那种心理的群里面 都使我产生一个惧怕 后来我就在里面 对熏悠的过程当中 我亲身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一个信仰 我曾经跪在地上求 我说如果耶稣能够帮助我这边成功 我将来也要去帮助别人 做这种工作 非常感谢上帝 在那样子的提出情况之下 我渐渐度过了生理上根的痛苦 让我的心里被建设起来 到最后最主要是我的灵性 当我去帮助这些人的时候 我发现我太没有力量了 我跪在地上求他们还是要好的 后来我就去充实自己 在神学上面去进修 那么我就发现 吸毒这个问题 根本的问题是一个 一个灵性上的问题 他的尊敏 生命的本质 没有被矩正 他的设备行为不可能去改变 所以我往这个方向去进修 后来呢 甚至有一句话说 唯独之后坚固你的弟兄 意思就是说 不再吸毒之后呢 再去帮助其他吸毒的人 那么现在呢 我是专门在从事这个回应界隆的工作 已经33年了 我们在高雄也是跟宝贵 我们现在在屏东这个地方最大的 将要发挥这个技术功能 或者是帮助这些 训练 好 大致上是这样 我要说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 今天我认为我借毒成功的经验 所要分享更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在借了毒之后 我被培养成一个去帮助 吸毒人借毒的人 这样子去培养这样子的一个人才的话呢 对我们有成就感 对我们呢 有扶持感 对我们有使用感 我们觉得我们没有用 但是我们借了毒之后 又能够去帮助别人借毒 我们就很有用 所以呢 我们发现了这样子的一个光景 到目前我来台湾26年 已经帮助了4,180多个个案 那我们成功的人士是百分之二十 我讲的成功是不厌不久 不读 不到卡拉OK 有正常生活的 完全离开这些的 那如果 如果只讲借毒的利益 就不止的 是百分之二十六 但是我们非常严格的 那是十年以上的 那么我们现在有五十位 借毒成功的人士 他们已经在从事这个借毒工作 分派在不同的借毒所 不只是在国内 而且是在国外 在国外的 最最最最最尖端的地方 就是在金山脚 我们在金山脚 泰国缅甸 直接中压片的国家 国家 直接中压片的 我们在那边成立福音借毒所 那么我认为 帮助一个稀毒的人借毒成功 是减少社会成本 我们知道社会成本 帮助一个借毒的人成功了之后 又训练他 再去帮助其他稀毒的人 这是增加社会资源 虽然我们曾经是一堆热射 如果要把我们挽回来 再去帮助别人 我们既有成就感 又多了一群社会资源 来帮助这些人 又是有经验的人 也经历过这些稀毒痛苦 那么我们的税务里 也够有见证的话 这样只是算不赢的 减少社会成本 增加社会资源 今天我非常高兴 能够跟大家献身所法的 来分享这样子的一个 戒毒的一个经验 我仅在这边再次的呼吁 吸毒的人也是一个人 我们把它看成是 生命宝贵的一面 来去帮助他们的话 我们认为 黑狗都可以录塞 纸张都可以再造 人是可以再造 当然他如果已经使到 老神就被破损了 就没有办法 那是另一种别的 可是呢有一些人呢 他身体心理心理 他还是一个完整的人 只要在有宗教信仰的立场之下 去帮助这样子的一个人 他的心灵被见错的话 他的人格会被健全 尤其是我在帮助这些 朋友的时候 我自己就要充实自己 我不可能没有绑掉 我想做一套 他们是不服的 所以我就要不断地充实自己 改变自己 进修自己的时候 这个人就一直在争执 在穿着上 衣服上 媳妇上 话语上 现身说法上 你都要做他们的楷模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逼着自己 要往上去改变 那看的人呢 有一个好处 他看到有人戒掉了 他也有钱金了 哎呀他都能戒 他又结婚了 他又生了娱力 他去帮助别人多好了 这样子的一个良性循环呢 是增加我们的社会的支援 所以现在我们的世界要点 都是一种台湾基金叫情形会 福音戒毒的模式去发展的 所以我们台湾本国已经有 这么多年的经验和模式发展到 马总统去泰国的时候 他在当好务部长 是我们跟他一起到那个地方 去看到我们的戒毒所的时候 他说你怎么戒掉 你怎么戒掉 每个人告诉他说 福音戒毒戒毒成功 他跟我讲一句话 都说公司 你们成熙会做了一个很好的 国民外交的工作 所以我们本国已经有 这么好的一些戒毒的模式 其实可以多元性 但是这是其中的一个 可以列为参考 来积极的发展 我很感谢法务部 属下的这个跟跟保会 他们跟我们合作 能够在不同的层面 来发展这个戒毒的工作 我相信这样子的其中的一个模式 可以积极的努力 既然已经有这么多人进攻 谢谢大家 各位对不起